今天呢 我只要谈一谈这个沙漠 就是头上这个沙漠地带来 种菜的一些经验 众说都知道 多吃蔬菜有益于健康 为了是我们驴熟子在新的一年 春季来临自己 我络于和大家讨论 在头上热带沙漠青园里 种菜的经验 只要谈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为什么要种蔬菜 这个简单说 大家都知道的比较多 第二个就是宅墨种 第三个谈一个什么时候种什么菜 现在最近应该种什么菜 最后通过讨论呢 是大家能够知道 在庭安里种吃营养丰富的新鲜食材 这个为什么要种食材呢 这个简单的说一句 意思吃上营养丰富 新鲜可口的食材 能够使你健康长寿 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吃肉吃的比较多 都知道吃菜有好吃 这里后 种食材的好吃 大家都很清楚 我简单的就是说 这个这是网上的 就是不知道 大概说一下 就是说一 因为某些农田土地遭遇污染炎症 消费者可 有可能吃到还有正经时的蔬菜 这是第二个蔬菜来源不明 第三 此厂上的蔬菜有农业过量问题 自己种菜没有农业残留 不少 不明确自 有有机蔬菜认证的制度 消费者常花些冤枉钱 却未买到真正的有机蔬菜 现在在这地方 就是后复的 就一看 我这种特别贵 我说我从哪里的地方没买过 这个一看太贵 呃 辞售的有机蔬菜的价格特贵 但买到的不一定是真正的有机蔬菜 这居家蒸菜不用吃门 自己阳台顶楼就是菜园 倒不方便 容易在家里 家用盆子蒸菜 比较不会长成 一堆杂草清理 你比较不会长一些杂草 一堆杂草清理 这个 这个 大家这好说 好说挺多的 这个都不说了 这个意思 嗯 这个 种菜 就是这么列了二十几条 这个 嗯 太多 我都不念 但是呢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 就是 啊 这些 这种菜 啊 这种菜的好处的一 第二个就是你种的好的话 院子比较 环境比较好看 就是美化清圆 这个 这个 显花是人开心 但种菜 是人吃的更快乐 这个 大家都可以 有人喜欢种花 有些人喜欢种菜 这个 我们这 看下 种了黄花以后呢 呃 吃了 能够出到营养 东部的花 蔬菜以后 清圆要比较看起 比较干净 好看 这是我家里 风说 成果 一个是经常这个 辣椒 大枣 主要是黄瓜 这是我们家里 可以有的 这个是花 呃 又是这次 院子 可以种些花 这个 这个 观赏植物的话 你这个 种的这个南瓜呢 在长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到 它 生长的 过程 呃 享受的乐趣 第三个 就是 保护 自然环境 呃 自然自然美化环境 这个 植物呢 这个绿色植物呢 是 新鲜空气 这就是我们 院子种的多的时候 你每天早上 去了以后呢 呃 感到 空气非常新鲜 再一个就是 呃 减少 垃圾排放 呃 我就举个例子 就说 一般呢 我是看每每个礼拜 人家都在拉垃圾 拉垃圾以后 垃圾箱的 满满的 我们的垃圾 是摆得这样 垃圾 垃圾箱呢 一个礼拜 一个以后 哪一次都 都有一点点东西 只要就是说 你说 吃饭以后 菜渣了 嗯 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 呃 呃 这样的话 呃 就是能够美化环境 呃 还有 结有水的资源 嗯 呃 第四个方面 是锻炼身体 这个锻炼身体呢 好 喂 喂 喂 吴伯 你刚才那个 我把所有的人mute了一下 然后你把你的在那个底下 左下角那个mute再打开 打开一下 把你的麦克风打开一下 嗯 好 打开了 行好 我现在把每个人mute 否则的话 刚才不停下 刚才稍微 对错了两句 嗯 嗯 就是说 刚才是讲到这个 减少垃圾排放 这个讲了 对这个讲过来 对 讲过来下一个 对 就是说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呢 就是说 这个种菜呢 是一种比较轻的劳动 呃 就是呃 到后边 反正你是看电视内的 反正到后边 劳劳动 反正是 比坐在家里头 拍电视好 这个 就是这样 但是我我举个例子 特别根据我的实践来说 嗯 就是啊 吃青菜 减肥 或者减体症的案例 这是我 我们家里 你看这是 最近都是这个 十一万 十二万种的菜 这个 这就是 这种 福建人不是叫做 盖菜 或者有些人说 是不是叫季菜 季菜 或者是一个草子 它是一个 芊菜 芊菜 福建叫芊菜 还是盖菜 我这个 我听的是 陈一鸣说的是 叫做盖菜 所以呢 这种菜呢 我在元南去 给那个帮忙 四官员的时候 元南经常给我 泡的这一种菜 就是 吃肉汤以后 吃 吃了以后 泡的肉吃的多了以后 给你来一种 这种菜汤 我感到很 嗯 很好吃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 就是 今年呢 一十一月份呢 嗯 十一月底 我体检的时候 嗯 发现了 我的鞋子呢 达到了二百八十五 结果我说这个 咋办呢 就开始了 出这个芥菜 就是这个 我这个菜拿出来 就从十二月出来 十一月底 我开始都是 每天早上 给我从过去的 嗯 西饭 或者这个 就是每天早上 先吃这个 菜汤 这菜汤呢 一般不是菜洗净以后呢 放到锅里头 大概三分钟就好了 然后你们喝一碗热 然后呢 你看我十二月的体症的变化 你看体症呢 这是十二月的 十二月一号 大约一百六十五 这个体症呢 你看一个月的话 体症降到一百五十一 降到十 将近十五磅 这个鞋子呢 是二百八十四 然后呢 每天早上改清唱 这个二月五号的我鞋子呢 最近猜的 二百一百零九 这个一百三十九是 呃 是标准 你看这个通过 就是说 就是说 呃 吃这个 有时呢 你看这一天哪一天 有时不变的话 哪一天不吃吃菜的话 他那天就平衡 总的来说 你看这个吃菜 这个效果是 呃 对这个减肥 是很有很有作用的 是不是 不是啊 再一个就是 为什么要挣菜 就是挣菜的成本 成本呢 我要提一下 就说 这个 我们这个沙漠地带 挣菜就是 呃 是为了这个 收获 为了个家庭 尽管是为了好吃呢 还是为了 不管是花多少钱呢 所以呢 我就是这个成本呢 挣菜的成本 也是要 呃 要考虑 如果你该到花了一下子 花了 因为花几倍口钱的 挣菜 他不如去买菜 是不是啊 这个所以呢 其实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 说的对 呃 你就是 还得花了时间 之内都划不来 呃 所以呢 我都说一个是种子 这个种子呢 目前来说是 不太出 不太出钱 这个大家我们的群里头 可以经常交流 这个互相 我们每年都 收了好多种子 大家有 每个人还经常的交流 这个一般呢 是不值钱 再一个就是土肥 你要种 你要把弟弟要弄好 有些人呢 一下子买了好多的土 一下子 一汽车土 花了几百块钱 我都觉得 那个划不来 呃 你以我在 本身 平时现在的 一般来说 我家的水费大约是 六十多块钱左右 如果再交太多一点就是 呃 在一般到春天 呃 到这个冬天 都从十一月到 到这个二月 这是一般来大约就是六十 六七十块钱 夏天交的多一点大约是 一百二十块钱左右 因为交太多了 所以就是大概是这 但是你一下子 一月到二倍到下的水费 我都觉得 就划不来了 是不是 呃 这个水费 但是你比如说 以我这个 每次又有 就是夏天的话 要防止 防止这个菜底下 这个水 要干的 就是要加这个 一 一这个牛奶桶的那个水 我牛奶桶是那个 就钻个小洞 然后叫做滴 这个水你算下来 一桶水 实际上我们买这个 获得有水 是一桶水 大概就是三毛多钱 但是你这个 自己用我一瓶水呢 一般来说 你水费算下来 平均一瓶水 要花七分钱 所以你 你这个 要接一个黄管 假设要接一个黄管 一个黄管 一个黄管 得一个五天到七天接 出来 你这个五七 呃 一瓶子七块 七毛 一瓶子水 是七毛钱 七分 七分钱 假设五千五七三毛五 你这个 开到每一个黄管 中国黄管 到店里 将近一块钱 开始 还花了不花了 是不是 这个其他的 还有像花盆呢 遮阳棚呢 还有花时间 这些都是可以 都需要考虑的时候 不要这个 当然是由衷摸去 但是花的太多 我觉得是划不来 这个怎样种来 就是能源八字宪法 这个国内都是 土肥水中 民保管工 这个就是 这种能源上的 必须掌握的东西 但是我 只要提一下 这一个 这个土上 这个气候的特点是热 特别干 洋光的程度 但是呢 所以你要种菜 土上种菜的关键点呢 一就是通风 你要不要种的那个 不通风的墙角上 这个一般来说 它这个热 太热 再一个就是保住水土 就是那个水呢 和土不要叫下雨池流水 更重要的就是要 匹光 就是要遮光 要遮光 因为呢 这个蔬菜呢 略的 略的蔬菜 呃 渐光以后 呃 很容易发老 你比如说最近这几天 我上个礼拜呢 这个温度的特别高 我就赶快把这个 呃 那个棚子搭上来 要遮光的棚子搭上 如果不搭上的话 你这个菜 就吃起来 就有点苦苦的 苦有点苦了 所以呢 你为了叫菜 要显烈一点 就要遮 呃 不光要遮上 要保树 有些人 现在这冬天呢 冬天呢 当然不需要的 冬天尽量要把菜 蒸在阳光下 夏天呢 要遮光 但是呢 你这个菜呢 驴菜 驴叶菜呢 这些菜呢 它的特点呢 就是一般的生长期 比较短 大约都是五 五十六天以后 都收获 但是我们现在 一年来 我是从十一月 那十月底 就是开始十月多 反正和九月多 十月多 开始种 种下来 一直要吃到现在 我今年的温度 比较高 如果我今年的温度 稍微低的话 就可以吃到三月 但今年的温度 特高 吃到这个二月 最近呢 这些菜基本上都开花了 这时候就是 你这个 任何菜都可以 每次垮叶子 叶子垮了以后 只要不要拔根 它还可以继续长 因为在冬天 这个季节 这是最好的 这个 是一个蒸菜的要点 这个 植物呢 要有光活作用 光活作用 就是要光 刚才说的光 光但不能太强 再一个是水 再一个是肥 这个 你要有肥 没有 就没有 只有这三个条件 这个 基本上菜都能做得很好 这个工具呢 就是一个贴线 焦头 或一个小铲 就行 其他东西也不需要 这个 就是说 土壤的准臂 就是整地 这个整地呢 就是说 这个土上的特点呢 这个土地呢 就是 大多的 就是石头 你这个 我这个石头呢 有些人是说 挖地里 挖了以后 我这个买些土 去这个 整地 但是我呢 就是 为了监狱成本 我不喜欢 花钱去 花了那么多钱 去弄它 就是说 嗯 把土地呢 这个 地上 挖起来以后 把他这个小石子 楼一下 去掉 然后你给他得 加你个牛肺 把牛肺给拌到里面 拌到里头以后呢 就是 这样子 呃 拌上几次 相互的会活 这个土地是越来越肥 这个配土 就是这个 就是有些人那个 有机物 这个 有机物呢 就是说 你这个 我刚才说 就是把这个菜渣呢 这个 剩饭之类的东西 就是 你可以 做自己做这个 有机物 这个放在一个桶里头 呃 比如说 有油腻的东西呢 你就放在 一个桶里头 放一下以后 加些土 盖一下 但是呢 你比如说是一些菜 呃 或者果皮的这些东西 你放在另一个桶里头 这个 让它继续发泄 加些水 去 继续发酵 发酵 这个比较好 这样的话 你这个水呢 这营养比较丰富 这个是怎么呢 一般来说 你尽量的不要放这个 冷头的水 你又下雨的时候 呃 用那个天水 呃 天上下下的这个水 呃 去做这个 有机物发酵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 浓头的水里头 加好多的bleach 就是漂白水 漂白水在里头 这样的话 还能够 撒死这个bacteria 把撒死这个维生物的生长 所以呢 最好你再把这个 像这个 果皮的 呃 菜棒子的这些 呃 这些物呢 你放在一个桶里头 给它加些 呃 加些这个雨水 下雨的水 然后桶盖子盖上以后 呃 基本上 呃 你盖着后不会有味道 吃了开开以后 有一些味道 这个你吃一只这个 这个 如果用肉的来 像鱼的 吃鱼的骨头的 这些的东西呢 你就把它放在一个 呃 桶里头 有了加土 我拿土 放一点 又拿土盖吃 然后你这样 不知道桶都聞不来的味道 如果你不 不加土的话 文字也不好呗 这是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石头 呃 这个我就是 撒 撒土里头好多的石头 是不是啊 这个简单的办法 你最好用 把这个石头 过滤一下 所以我就是说 这个土里头 有好多的石头 都是 我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风扇 风扇坏了以后 这个网子本身准掉嘛 准掉我先 我看这 拿这一过滤 这样子 这不这 土是比较细 这地方就没有石头 小豆子 就是很小的 就是有树根子啊 什么东西 把它过滤一下 过滤一下 这样的土呢 就比较失踪 这种东西 这种蔬菜 长得比较好 这个再一个都是 植物生长的是 山药素 就是蛋铃甲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蛋肥呢 就是不同的植物 是不一样的 呃 铃肥呢 像你要种果子 结果子的 大部分需要 铃和家 这个 长椰子的 大部分需要菜 呃 长椰子 需要蘸 需要蛋肥 这个你比如说 像是这个 有机肥和化肥 这个 都说 这个像是 你 我就每年都是 大牛卖二十代子 第一次见到 Dolores 买的这个 就是这个 stair menu 这个就是牛肺 这个牛肺呢 嗯 它是 原来我买的时候 前几年八毛七 现在一块四毛八 这个涨价不断的涨 这个 那 再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买些 这个 plant food 这个东西呢 就是根据 不同的季节 你可以做 这样的 嗯 死肥 死 噴在上面 或者就是给 获得水利 或者浇水 浇到地里都可以 但是呢 我现在就说 要这个牛肺 牛肺的吃力 这个牛肺呢 大家都知道 这几次以后呢 牛肺呢 就容易吃 挡地下来的地老虎 是的 这个比较多 但是呢 我 我跟你说 怎么吃的这个东西呢 根据我的经验 一 就是说 这个拿回来以后 这个买回来以后 就上面 从上面撕一个口 撕个口 不要大 你就给这里头 灌些水 给这里灌些水 最好 你有可能的话 给这些灌开水 说不开水烧了以后 让开水 这个地方烫了 不是开水 从这灌上半盆子 外面一盆子开水 把它泡 或者你把那个 有虫脸尽量杀掉 再一种办法呢 就是说 夏天热的时候呢 给你灌些水以后 或者放在太阳底下 就晒 晒上个几天 这里头的脸呢 都比较 呃 虫脸就死掉了 这样的话 能减少这个虫脸 发生 这是根据我的经验 就是说 在死肥的时候呢 这个 你不要把这个 牛肺呢 就晾到地里头 晾到地里头 有时候呢 不太好闻 难闻点 你就是 开沟 挖一个群群 地上挖一个 我都说 菜的根 附近 挖一个小沟 挖一个小沟 把这个牛肺呢 放在底下 然后上面盖些头 盖些头盖住 这个你再闻不到 这个什么味道 这个就是牛肺和这个鸡肺 动物肺的处理 就是刚才说 继续欧肺 买回来以后 那个打个小口 灌水 让牛肺再发酵一段时间 呃 灌开水 可以去消灭虫脸 在太阳巷 暴晒几天 呃 开工死肺 这个 这是根据我到这地方 发现这个 这个方法 刚才说 这是牛肺 还有是鸡肺 鸡肺呢 相比牛肺呢 呃 营养比较好一些 鸡肺呢 在这个 洛斯这个店里头 现在是三块 三块四毛八把 反正这个 一般来说 我认为韭菜的话 可以吃些这个 鸡肺 呃 牛肺呢 多半都是上个地里头 这个水 水呢 就是说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水呢 你看 这个水呢 你这个有自动灌溉呢 就最好 这个 但是这个 好多人家没有自动灌溉 这个 呃 但是我呢 现在呢 就是说没有自动灌溉呢 就是 每天 上班的 特别是夏天 现在基本上是用水不多 但是夏天的话 用水比较 这个水啊 根据植物物业 用的水 就说水呢 我就是把雨水 我下雨的时候 我水就出来结吃了 因为房子这个 直接通到地里头 这是一种办法 再一个就用桶 结一下水 这样结有用水 还有就是水的回溯或利用 比如说你洗菜的水的话 这个洗菜水也可以用 这个过滤 我每次过滤这个 比如说我家里有过那个 水的过滤器 过滤器呢就是说 就是渗透一下锅里去 一次煎一个加轮 然后泡三四加点水 把那个水要煎出来 放到这个桶里头去 然后去浇 但这个洗菜水呢 尽量你不要浇在菜叶子上 这个就是可以浇到一些根部 或者一些东西 这根据不这样 这是 这个怎样种菜 还有这个 一个是粽子或者预整 粽子浸泡 给为了这个涨得快一点 就把这个粽子可以泡一下 这个第一个就是直接撒整 这个直接撒整的方法呢 就是各种绿叶菜 你比如说青江菜呢 白菜呢 螺谱呢 芥菜呢 或者盖菜呢 泼菜等这些菜呢 最好就是直接撒到粽子 撒到地里头去 这个撒到地里头以后呢 这样子 它直接上来以后 你可以 所以这个都只比较小 你看地下这个 就这个 就比较小 它都咪咪的 这长上来 都可以 再一个就是说育苗 有些菜 你为了这个 掌握这个 各种菜都可以育苗 只要是利用各种时间 因为我的 从我后面 后院不大 开始有一点地 有一百三百六十千 都在涨菜 所以呢 就错过时间 你超过时间的话 比如现在 这个窝水还在涨 我认为窝水收了以后 要挣什么东西 现在就可以养些苗子 养些菜苗子放在里边 这个等这个 等菜一结束 那个菜一收 这个菜马上可以移进去 就是这么个过程 这个一般来说 这个育苗的话 早春育苗 或者晚秋育苗 这个比如说 最近呢 最好都说 你要刮果肉育苗 黄瓜苗 西红柿苗 西瓜 红薯等 都要提前育苗 只要是抢时间 找结果 因为呢 比如说西红柿 西红柿这个植物呢 它最喜欢太阳 但是呢 这个在六月的太阳的话 无力的话 它都受不了 你比如说 它这个 它以为你这个 它晚上的时候 一晚上西红柿可以长上个 一寸到两寸 但是这时候 植物很略 在下 在六月或七 六月方这个温度之下 达到一百一十度左右的时候 你无论如何 它底下再浇水 它上面的尖子 都会干掉 因为啥 这个温度 它受不了这个 一百多度以上的温度 所以呢 你现在就把这个西红柿 黄瓜的这些苗子赶快预好 这现在种上 争取在六月之前 和吃好多 实际上现在种上以后呢 五月六月 四月五 四月就开始吃果 四月五月六月 都可以 吃到六月 这个太热的时候 这个大部分西红柿就不能吃了 然后呢 你再要像种了到七月或八月 再再 再种些苗 然后可以接到这个 上冻之前 就在12月前 但是呢 有些这个 比如说 晚结果的南瓜 东瓜 这两个东西呢 不实领域 在这个 我根据这个 土桑的气候条件呢 我认为不实领域 现在 也就是说 在这个春天 这个 去种 因为呢 你这个春天种了以后呢 在 六月七月的时候 这个椰子特别大 这个椰子 在蒸发水分太多 到了这个 六月一般来说 都该死了 很难 不得 这么好 所以呢 但是这个 东瓜和这个南瓜 大部分 接瓜的时间 都在秋季 所以呢 我建议 就是要种这个瓜的时候 东瓜和南瓜的时候 最好在什么时间 就是 七月的时候 开始 猛兽来的时候 你开始 种在地里头 然后就是 这个涨 它天气温度高 它长得特别快 它到七月 种到八月以后 到八月 八月九月 都可以结果 结果到冬天 以前呢 都可以收获 秋天都可以收获 这就是 你现在种南瓜以后 种了一种 淡地的一大片 最后没有结得过 我中学的 我种了几年 都感觉到不太好 这是养苗子 这是种地的 这边这个 就是 沃森的养苗 再一个 就是说 还是买苗 还是自己去苗 因为我去年呢 咱们比如说 这个Gras建议我 给我到这个 Costco看 这是12块9毛9一个 一 一 一块苗 所以今年呢 这是最近的 最近Costco也买着 但是呢 我发现 12块9毛9呢 也挺 连买下来 加税14块 感到挺贵的 所以呢 我总觉得是 还不是自己 所以我都今年 去年10月到11月 10月底 我去这个 丽元祥 我看见 那的卖了一包子 是说 有很多叫做 小西红色 它各种黄的 红的 还有那个 紫色的 反正各种西红色 都在一包子 在涨着 反正都是 9毛9一袋 一袋 一包子 我说 那咱也不吃它 把它买回来以后 哎 我把它回来 都一样的 一个花盆里头 它一种 它以后 这个花盆上来以后呢 呃 全部都各种 是四种 我看那四种颜色的西红柿 所以我就把它都种上 你看这长得很好 这就是 11月 11月底种的吧 这就是养着的苗子 到现在长得 就 到现在还长 就是冬天的时候 前几天有受冻的时候 把它要移在这个 移在这个 不要在张天底下 或者移在家里头最好 但是你如果不移到家里头 你可以移在地下 你家里头有那个派景 就是那棚子底下 就是说 呃 不要放在张天底下就行 这还可以 所以尽管只不要 所以说 除非是零度一下 呃 就有点伤害 这个再一个鱼苗 你看鱼苗 什么都可以鱼苗 这个就是我买那个草莓的 草莓的荷荷 你给你放下土 我这个鱼苗 我不是放在里头 这 割着 割下纸 呃 都可以上来 我现在 今年的 现在 前一段 种一些黄瓜 或这个甜瓜 现在甜瓜都上来 甜瓜 甜瓜的时候 黄瓜今天开始 一个才出来 就是说 可以抢早 抢得早 种点 这个是一般的菜 小苗也可以移在地里头 就可以种 这个就是黄瓜 或者甜瓜 都可以在这个花盆里头 种出来 然后可以就出来 这个中国黄瓜 因为这个中国黄瓜 这是买不到 在美国 谁买不到 这个东西 就是自己种 比较好 这个怎么种呢 就是椰菜呢 椰子 主要是吃椰子的 那个菜呢 在种的时候呢 就是浅沟 回这 撒泊 怎么个 什么个意思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头上这个地方 比较干旱 一天来说 地只 都是即使在冬天的话 每天 早上浇烟水 以后下午回来 菜都干 地都干了 所以呢 你这个地里 一样一块 把种子 一样的地 平时都撒过 在地里的时候呢 这一般来说 很难吃苗 但是呢 我根据 就我一个经验呢 你个地里头 挖一条 就是说 从那个地上 挖一条小沟 挖一条小沟呢 就是小圈圈 然后呢 把种子 想撒到里头 然后盖下土 然后你上撒下水 它机关 它干了以后 它其他地方 都是水 其实喷水的时候 一喷水的话 那个水都流在小沟里头 所以这样的话 一般来说 很容易出苗 再一个是根茎 就是比如说红薯啦 罗铺啦 或罗铺啦 这些东西呢 都使你种这个 种在高粱子 粮子上 就是红薯 就是要比较 开个就是 有土要高一点的地方 这样的红薯 或者它接得多一点 但是像葱呢 葱呢 也是种的时候呢 你要给它挖一个深沟 就是跟深 挖个深深的沟 埋到底下 然后它 等一段时间 给它加一下土 一般来说 两三天就可以加土 所以你几天以后 葱都可能长得一十多高 而且底下的葱没特别高 这就是这个葱的 这个葱的种法呢 你怎么做 就是葱呢 你可以是 养 养 买籽 葱子 葱子种的话 这慢 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 种就是 葱根 你买的 店里头买的那个村里 葱一户来 你就种葱根 葱根埋上以后 大约是 两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 就可以吃掉了 吃了可以吃了 再一个是 刮果栏 刮果栏 就是你要挖一个坑 就是 方式形坑 或者圆形坑 比较深一点 然后你给它种的 以后 那个刮果的根呢 相对的下来 低一点 就是低一点 水很容易可以 跟上去 你不像国内 水多的地方呢 要不菜要种在梁子上 照在梁子上 它都是水 那是永远水排 不怕永远 那个排水 但是我们是 通常呢 它这个比较干 比较干的话 它都你要经验的 把根放在的时候 低的一点 周围高一点 它有一点水 就跑到根上去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最 值得推荐的 也就是经验的 就是分皮种 因为呢 你比如说 这个菜呢 像我说 或者是青菜 它一般来说 像青菜的 五十六天到六十天 就可以收获 所以你一次种那么多 你到了五十六天到七十天之后 吃的时候 一大批吃不了 都八十天就饶了 所以呢 你就建 我都建议种的时候 你跟上几天 这段 我说 种上 一批 一批菜 大家说 再跟上一个 两三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 再种一点 这样的话 你经常能吃到 这个绿菜 特别你说 现在窝水 窝水 我现在就说 窝水生长期来 头一半的时候 需要在冬天 过个冬最好 但是呢 你要吃 但是一到春天的时候 全部马上就长出来 这马上 你看现在这个天气 现在窝水还小小的 但是呢 这个不到 到三月的时候 就全部就开始开花了 一开花了 你这个窝水就吃不上了 所以呢 我就把窝水种的时候 就分皮种 有些人是种的早一点 现在大的 马上就可以吃了 但是小的 现在还有个地 很小的苗子 再吃可能还得 一个两个有以后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 不再拉 吃这个窝水的时间呢 能够推吃到 两到三个有 不然的话 你只能吃一个有 最多吃 一个有 半个有到一个有 所以你分皮种的话 你可以吃的时间长一点 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这个是葱 葱的话 我刚才说了 你如果不葱呢 这个埋在底下以后 你就跟着上 不断的加土 他这段时间 你看这个北底 这个地方上来以后呢 跟上来以后呢 这档的界的话 你可以让加些土 这样的话 你这个葱北呢 就可以特别高 不然的话 而且葱北高 这上面的葱呢 这个椰子 相对比较冷一点 你如果 不管正在平地上 他都看 这个葱北很小 很短 而且老的比较厉害 这个管理 这个 这个虫呢 这个防虫 这个大家 网上经常 咱们 驴手子的权力 都要经常 那个交流 交流呢 就是说 这个菜里头 有好多的虫子 虫子呢 反正这个 今天我不讲多少 就是说 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自己的种菜 就不能打药 这个 但是呢 你要特别发现 那个很小的菜 一只栗菜 吃的还很早 像这苗子 这个 这种 这种黄黄苗子 或什么 苗子的 这上面 现在有些虫子的话 你可以给它打药 因为这个 现在不吃嘛 它都偷的结果 还早得来 所以呢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你要 最不要 要吃的这个 驴菜的话 都不能打药 是不是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再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 还有热水 这个热水把这个 有些那个东西 又土上 我刚才讲的 我成员又 杀死了一个过程 这是我刚才说过的 这个冬季呢 你为了冬天 还想吃菜 你就 这就是我后院 搭的一个塑料棚 就是说 这里头 种一些菜呢 因为冬天的温度 在零下 有时 晚上达到零下一下 所以 我就能买这个 管子 跟上加了个塑料棚 这样的话 你冬天 保证你冬天 能够吃菜 这冬天的芹菜 这冬天的韭菜 韭菜可以冬天吃 所以一年四季 都能吃到菜 这个 就再一个夏天呢 就遮羊 就跟上 你种这个菜 这个黄瓜呢 这些 不 如果不 不遮羊的话 它一天 根本就长不起来 就是马上 所以 这个椰子呢 和这个大椰子 蒸发水分特快 所以你必须这个遮羊 遮羊 遮羊还要底下保持根输 根上要有水 所以 这个遮羊是最好 因为如果这个 你今天下午回来以后 看到这个椰子 遮羊下来的 这个黄瓜呢 就是不会长成植的 马上就从那个 九字形弯 弯子 这些的黄瓜 是不是啊 所以 就是 要保持这个东西 这个 这是我的那个 大的买这个棚子 就是 遮羊布 我这个遮出来 现在我就要遮 因为这个 最近后院子的菜 这是这些院子菜 如果不遮的话 都放半个小 15分钟的半个小时水 保证这个根部 要是老是疏润的 但是呢 我是没有 没有按自动挂盖 所以呢 我每天上班之前来以后 就要给这个 买这个塑料桶 这个牛奶桶 牛奶桶里头 就装一盒水 给这根上 有个针 扎一个小鸟 这个小鸟 这个针呢 这个水呢 都刚好留在这个根部 叫做刚好 只要能坚持到下午回来以后 下班 四点五点下班的时候 回来以后 一看 马上有个根上 再浇下水 这样的话 呃 能够保证这个条件的话 你这黄瓜肯定长得好 但是你如果 中午呢 是干了 这个叶子都变成绿了 呃 都是打烊了以后 这个黄瓜 肯定都结不好 这个 后场就是摩擦 不同季节 可以种不同的食材 现在就是说 我的 呃 我的观点呢 只是 头上这什么菜 最好了 一 就是 种你最喜欢吃的菜 你看你 你喜欢吃 你必须说 有些人 呃 说 回想好 或者是 叫做同好好 但是我 我种了两年 我发现那个都 长得挺好的 但是我们不喜欢吃了 就回想的味道不好 但是最喜欢的 你比如说 我们喜欢吃的这个 呃 比如说 呃 韭菜 呃 韭菜 中国韭菜 呃 这些东西 我都是唐年种 都都有 第二个 就是种超时 或者商店里买不到的菜 如果能买到的话 你 你就不需要 它 这个 那个 呃 种 但是你比如说 韭菜呢 呃 中国韩国呢 你买不到 你就可以种 但能买到的话 就尽量的不挣 很 因为是 这个东西 有时挣那个 能买到 一个 呃 你花一点钱 你实际上 种菜的功夫 和这个时间 呃 花的时间 和种菜的成本来 相对的比较大 再一个是 陶寺里头 呃 或者商店里 卖的很贵的菜 比如有些菜 你看这个 呃 叫为 豐富的 或者这个 呃 各个商店里头 你看到菜 特别贵 这些东西呢 最后你一想吃的话 你还是自己种 嗯 我 我的 就根据我的经验 就是 呃 你比如有些菜 比较便宜 呃 你比如说洋葱 一块钱三磅 在 一块钱 红萝卜 一块钱三磅 大辣子 大辣椒 就是 大辣椒 都在这地方 也不好好长 你会正里 正里办 一个几个 有 接上一个 两个 或者 茄子 你都 都店里都买 我总觉得 还是比你 这个 因为这个 这些东西呢 呃 因为这个 洋葱 红萝卜 大辣椒 或者茄子 这些东西呢 有个 隔离的 时间长短 关系不大 比如说 呃 这个 呃 你像 葱菜呢 或者这个 其他的青菜 你隔离商店里头 你买回来以后 就是感到是 时间长了 不好吃 呃 西红柿呢 假设说 像西红柿 你店里买店里 都看起烘烘的 它都没有 你自己种的 吃起的 甜 或者香 所以 这有这么多问题 所以 就是你 比如说 有些菜 这羊头 红萝卜 大辣椒 茄子 这些东西 你就放 店里头 放什么 五天 或者十天 或者 这些一个 变化不大 呃 你 就是 你要变 就是 变化大的 东西 你就 不要买 商店里 你自己 这个 就是 最好的 我们这地方 我发现 我们 现在多少年 每年都种 窝水 窝水呢 还是都是 秋天种 春天种 就是 现在 就是 秋天 或者 冬天种 冬天种 这个窝水的营养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 有好多营养 又认识 吃椰子 或者吃杆子 这都有 很多好处 这个 我就不多说了 再一个 看这 这是我家的窝水 看这有 窝水 有不同的品种 我家有 三种品种吧 三个 三少四个品种 一种就是 这个宽叶子 一种是 这个中间叶子 还有这种 椎叶子 还有这种 红窝水 这些窝水呢 呃 动物 都比较好 你看这窝水 这是窝水 开花 然后 这是我 最爱吃的 但是窝水 这个季节性 只能吃两三 两三个 这个韭菜 就是 常年可以吃 这个 就是 就是你 你喜欢的 什么东西 再一个 就是一年四季 可以种菜 一年 这个 头上 什么菜 可以 四季 一年四季 都能种来 我发现了 根据我的经验 最 最好的 就是说 这个 秦菜 秦菜 是 一年四季 在我们头上 都可以种 因为它冬天 喜欢 喜欢这个 冷 但夏天 它是不喜欢 热 但是它可以 长 可以长 只要你浇水 这个都长得好 韭菜呢 也是一年四季 但冬天 这个我们都是一年四季都吃到韭菜 但是冬天呢 就是要 我这个放在盒子里头 不能放在章台底下 放在 棚子底下 放在你这个 阳台底下 回着 你的太冷 零下都可以 搬在家里头 这样的话 都可以 就是 我们经常吃的是面条 面条呢 就是要吃这个 西红柿 炒鸡蛋 炒这个韭菜 这样的话 马上味道出来 所以呢 我们经常就是 这个韭菜 是每天都 几乎不离 所以 经常都有韭菜 但是呢 你说这个秦菜呢 所以四年四季都可以种 但是呢 为什么 有时 春天呢 这到春天呢 马上都可以 我家的秦菜 现在挺多的 都马上开花了 马上就老了 你出杆子就来开花了 所以呢 你这个种的 秦菜的时候 你要分皮种 比如说 你看这个是 比较早一点的 这个是种的 但是 这么春天 马上那个 现在我最近 又是 撒了这个秦菜籽 秦菜籽 撒了以后 这个上来以后 这一般呢 是到四月五月吃 一直可以吃 但是到了五月以后呢 这个秦菜一般不开花了 就是再种 你割了以后 秦菜可以割了以后 再继续长 这个 就是 这个冬天 种的这个秦菜 大部分到春天都开花 结果 但是到春天后 种的这些菜 它就 这一般的时候 开花的不太多 但是你现在 你现在要种的是 像盖菜 像那个青江菜的 北菜的 这些 刚种上一户 没有到一 半个月 吃了一苗以后 就开始开花 所以这个春天呢 最后 就不要种这个青驴菜 这个 种这个 椰子籽 吃这个椰子籽的食材呢 只要是秋天 冬天或春天 你比如说 菠菜 香菜 芥南 盖菜 或者青江菜 芹菜 空心菜 同靠 这些东西 你最好都是 在冬天 秋天 秋末 冬天这个种 然后你一直可以吃到 这个现在 或者吃到三个 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这是最好的 这个青椰菜 还有一些都是 就 净杆热菜 比如韭菜 或者这个 葱呢 这个东西 这子特别怕热 特别是葱 或者大葱 或者小葱 现在呢 葱呢 就是 在这个冷的时候 比较好 但是呢 到了 这个一般来说 六七月的话 我们爱吃葱的话 只能买葱 自己确实 整不了 这个你不管 整到哪里 它最后都长不下 但是韭菜呢 还是韭菜 一定要放在 硬朴底下 不要放在太阳里 韭菜 尽管是喜欢太阳 但是呢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在 这阴朴底下 或者见太阳比较少 就是也是要遮阳 快跟快进人 就是说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喜欢 这个特别都是红薯的 就红薯 或者土豆 花生 生姜 呃 这些都是 春天种 秋天树 罗普来自 秋天种最好 你这个 这些红薯 红薯吃叶子的话 呃 你就是 可以 现在都要种 但是我 我跟你说 我又介绍一个经验 就是说 你地里头 也可以种 但第一次要发 我刚才讲的 要给一个高冷 要发一个农子 种上面 但是我从去年开始 我发现 你如果这个 买牛粪的时候 这个袋子 这个牛粪袋子 你可以张一下土 张一下土一户 你然后 你给这把红薯 红薯 移到里头 然后呢 它可以煎 好 这个 红薯润呢 它有个特点 它不喜欢肥 太肥 所以它都喜欢 这个 撒土润 肥药不要太多 有森可以这样 呃 含家的肥 比较 因为这个 呃 红薯的都有家的 比较多 呃 所以呢 这样的话 你这个 用个塑料袋子 张一下 你们家里没有地的话 就塑料袋子 这个牛粪袋子 给你张一下土 然后苗子就养到里头 这个还有一个 要介绍的 就是说 红薯呢 就是一个吃椰子 这个 你要喜欢吃椰子的话 你可以阳光 这里多一点 叫它 多浇水 这个椰子 吃椰子 但是呢 呃 你如果要想吃红薯 你最好 呃 要放在阳光下 呃 阳光的成足 不要太遮蓬 因为是 一遮蓬的话 我发现 就结的红薯特小 呃 因为你比如说 那个 宣人来说 他们的红薯 叶子长得很好 在树底下挣着 在树底下呢 长得好 那就是叶子好 但是一般来说 结不出红薯 我我发现 我要是在 给这个 红薯它 到 呃 夏天特热的时候 我给它 打个棚子 放在棚子底下 它发现了 呃 呃 不太 呃 到最后 挖不出来几个红薯 所以来 红薯的喜欢 一直都放在太阳底下 最好 这次 这是我家的红薯 就是 喜光 不怕热 呃 红薯 就红薯 或者土豆花生 春天种 春天种 到秋天树 这个 这个红薯 红薯呢 最少有长五个有的时间 是比较长的 但是这个红薯椰子的话 你还可以 呃 一年四月 就是说 种了以后呢 到了秋 夏天 或者夏天 或者秋天 都可以吃 这个红薯椰子 这个 这个罗普 罗普呢 呃 发现了 我过去 这两年罗普 都是老地下的根呢 就像开花了 老是不长罗普 我今天呢 种着这次 格拉斯给我种了 我发现了 罗普呢 种的还是 要种在高笼子上 但是呢 最多 最好 就是要浇水 水要重足的话 不可以 这个是南瓜 南瓜呢 就是说 一定要这个 春天种的话 呃 就是 很难通过这个夏天 我建议 就说 到秋 夏天种 夏种秋熟 这个这原来是春种 这个冰原后这个夏天通过不了 呃 这个过不了关 这个 刮果落呢 现在的一个季节 你都可以种这个黄瓜 黄瓜 我不是刚才说的 就是中国黄瓜 还可以种苦瓜 还可以种甜瓜 这个 这些瓜呢 还有丝瓜 丝瓜都可以 这个是 东瓜或南瓜 这是丝瓜 这是我 这是我 因为我们不太喜欢吃这个丝瓜 所以种的比较少 这个是前年种 前年去年不种 这个 种的一颗 一颗这个丝瓜 你看到结底挺多的 这个我建议 这个丝瓜呢 通常是秋季 开始大量结果 所以呢 种植的时候 尽量脾开六月份 前期太热 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现在 把丝瓜种上以后呢 但是到了下六月的话 很难通过 因为这夜是大 很难通过这个过程 到了 所以我这 丝瓜种以后 为什么不结过 但是你这个 这个温度太高 就是 脾开这个季节 六月份季节以后 就可以 这个黄 这是 除了中国黄瓜 这是甜瓜 这是甜瓜 就是石头缝里头 你跟着石头缝缝里头 把种下这个 撒下籽都可以 这个黄瓜呢 是 呃 我们的美国黄瓜 这是1,2,2,0 就是一 就黑 一池 三池汤 这个 这个 这个黄瓜 就是 再一个是豆腿 就是姜豆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是 这种姜豆最好的时候 所以姜豆 现在种的话 到六月以前可以收获 不是这个六月份 就是现在种了以后 大概在四月 一个月以后 就开始接 接到这个四月五月 这六月之前 热之前的话 嗯 都可以收获好多 但是六月份的话 可能干了 干了 然后你再放到七月 七月以后 七月底 七月底还可以种一次 十月底呢 那个种以后 能够接到这个 十月份就可以 这是两个季节 这个薛豆 这是姜豆 这个姜豆可以好 薛豆呢 现在我家 刚刚开始看那个片子 就是我院子那种 薛豆特别好 薛豆呢 就是在 要在 现在种的薛豆就不行了 现在一种薛豆都 根本长不起来 其实薛豆应该就在 嗯 十月 十一月 这时候都挣下来 挣下来以后呢 它冬天 天气很冷 就一块零下的话 它冻不死 冻不死 然后到了春天 这时候 稍候温度达到了 北天七十度的时候 这个就大量的气 我这样 每天都 这个我们 每天都到后院去 吃两个 还在吃两个小西红柿 反正都是 这个比较好 你可以吃 姜豆呢 现在 可以 现在可以种了 但是 地温 在地温 还是比较低 反正是 等两天 可以 但是你可以育苗 这个姜豆一般是 不育苗 直接挣的地比较好 你育苗也行 这个姜豆 比较好 这个好吃 你自己的店里 买的那个干不辣的 但你自己挣回来 就是比较好吃 然后呢 就是大蒜 这个是我们 我是比较喜欢的 这个大蒜呢 你可以吃 一 是可以吃蒜苗 你这个一般来说 在秋天的时候 就是在这地方 在九 九月的时候 你可以下种 八月九月的时候 就可以下种 下种以后 你到了十月多 十月你可以吃蒜苗 你种命一点 可能 然后呢 到了春天以后 你可以吃拔蒜苔 但是呢 我发现 咱们这气候呢 都太好 每年 种了几年的蒜苔 总是很少 但是有些个别人 可以吃 这个蒜苔 但关键是 要只能吃大蒜 这个 你现在的大蒜呢 特别贵 一块九毛九 现在便宜的 一块九毛九 才买五个 所以呢 你自己种些大蒜 还是比较好 所以大蒜呢 就是说 种的时候 是秋天 到冬季之前种 到了现在 这时候呢 可以吃些蒜苗 过一段 就有些蒜苔 然后这个大约在四月左右的时候 才能收获大蒜 然后我们每年收好多大蒜 一样吃糖蒜 所以 你可以吃糖蒜的话 任何时候 就是瓶子里头 吃饭的时候 像吃糖蒜的 就拿出来 而且这个蒜大蒜呢 有一个特点 可以防这个冠状病毒 所以山东 山东那个地方 说是 吃的这个 好多地方 有种大蒜 那个吞人 那几个地方 馅们 或者乡 根本不得 冠状病毒 所以我中学的这个 大蒜 还是有好处 而且这个 每天 每年种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好 而且都能防虫 这个我 我喜欢 这个大蒜 每年可以种 再一个就是 西红柿 西红柿呢 我就说了 抢早 种 提早疫苗 到三到五月的结果 然后到了六月以后 我说 种不出来 然后你都赶快 不要整的 不要费这个 将它浇水 最后接不到结果 或者到八月中 最后脾开 流到八月 这个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 是我这个 就是这个 是我去年十月买的一块 那个一些一辈子 西红柿子 小西红柿 我们的样子里头 养成的苗子 这个 这个从几月份 从十二月 开始结果 然后一月 一月之后 开始红 就每天 而且接的特多 这个现在后来 就是用五六火 这个每天 但是这个 太阳不够的话 这是西红柿 现在特别喜欢太阳 如果太阳不够的话 这个皮比较厚 最近呢 我发现这样天气热 反正放在太阳地下 晒得多的话 这个皮肤特别甜 这个太阳 如果太阳不够的话 可能比较 皮比较厚 这就是我的经验 然后是辣椒 辣椒呢 这个 这个辣椒呢 是 现在就开始 有一定要养苗 因为现在养苗以后 一直呢 可以辣椒吃着明年 吃着今年的几个 十一月 十一月 这都可以 就是说 辣椒呢 这个在 只是在夏天的时候 长得慢一点 就是接的少一点 但是辣椒呢 还能够经过这个 夏天 只要你有根部有水的话 就是 可以接 到了这个辣椒呢 到了秋天的时候 大部分就红了 这个就是辣椒还可以 辣椒就是 最好是养着 能够一些 小小的花 盆一个例子 要一下子一下 吃了几十个苗子 然后到了 再过一段时间 到三月多 你把它移着 移到地上去 然后你是 是就可以吃了 但是 我们来说 喜欢 我是喜欢吃个 绿辣椒 都热辣辣的 这种 自己的 自己的地里头 拿回来 这个辣椒的味道 比较好 你随便是 比较新鲜 店里头 也可以买到绿辣椒 但是特难吃 没有这个 自己辣椒的味道 好 红辣椒呢 我外人 他总该喜欢 弄晒干 砸成红 但是我是喜欢吃 这个 还有呢 这个一年四季 夏天 夏天呢 我刚才讲了 夏天的绿叶菜 一般都长不成了 但是呢 有两种野菜 这是夏天呢 你最好长的 而且你只要浇些水 你不用种 这个菜都能长好 这个而且 你可以吃的 一个一个夏天 都可以 第一个就是建菜 就是这种叶子菜 这个叶子菜呢 只要你 撒一次种子以后 你不用管 每年几乎都有 而且所以这个的 夏天的时候 只要那个地方 像地里头浇些水 它都上来 这样的话 而且你可以垮它椰子 吃 然后杆子吃 杆子继续长 这可以吃到 整个一个夏天 从五月热的时候 五月可以吃到八月 这个在马斯基 马斯基 马斯基 这个东西呢 这个 这个东西呢 一年 就是在夏天 热的时候 只要你地里有水 它长得很好 都可以吃这个东西 这是夏天 我总觉得 自己做 各种绿菜不行 但是要吃菜 就是这两种菜 我在头上 我没提 再一个就是 我简单 立体种植 立体种植呢 你看 就是说 你可以把西红柿 掉到上面 掉到架子上面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我买 就是我牛奶桶 或者我苏脸桶 你说我给它打个洞 把根子放到里边 就给下掌 给下掌 然后这个葱来 你可以 除了这种地外 你可以 这个一个管子 这一个拟 把根 把根放到里 从来给它掌 然后你看 韭菜来 你可以那个架子 可不能放成 这个立体种植 这是 为了解 解锁地方 再一个 现在都跟 基本上 讲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就为你 下面几个问题 一 这个下面 现在该不该 种下面的菜 比一 十一块的蔬菜 泼菜 香菜 芥兰 这个 芥盖菜 清香菜 芹菜 这些菜呢 能不能现在种 实际上 这些菜 出点芹菜 现在可以种 我不建议 这个泼菜 这些东西菜 去种 因为呢 这个现在这些菜 种了以后 马上都开花 所以不太好种 再一个 莴笋 大蒜 薛豆 大葱 这些菜 能不能种 莴笋 现在种 有些碗 大蒜呢 现在不能种了 你现在吃蒜苗是可以 但是大蒜 现在种 不能结蒜 薛豆呢 现在不能种了 现在 这个天气热 它马上就坏了 但是你可以种 毛豆 或者豆子 豆子 毛豆 可以 黄豆 黄豆可以种 大葱呢 你现在种根还是可以的 种了以后呢 你可以吃到 六月以前 就是种葱根 现在杂子也行 杂子也可以 但是到六月 六月份 六月份的话 一定遮阳 还可以吃 现在 辣椒 红薯 茄子 西红柿 这些菜呢 我认为是辣椒 养苗 辣椒可以养苗 红薯 红薯 你就是 亚色养苗 红薯呢 你不买一个红薯 放在一个瓶子里头 叫做发根 或者你种在一个土里头 让它长 茄子呢 也可以种 西红柿呢 最后现在可以种 还可以种 下来这个黄瓜 南瓜 丝瓜 冬瓜 甜瓜 这些东西我要讲了 黄瓜 这个 甜瓜 这些都 现在必须得种 就是 丝瓜 丝瓜 还有苦瓜 现在都种 就南瓜 建议南瓜 丝瓜 冬瓜 所谓可以 你现在种也可以 也不是说不能种 只要你浇水 可以种 最后还有空心菜 秋葵 这些 我现在种 因为空心菜 最后喜欢热 现在种 你空心菜 没问题 最好 现在种了以后 夏天热的时候 只要浇水 空心菜 或秋葵 都长得很好 这个 根据这些 我讲的 这个以后 我就说 结论就是 种菜 思义症 享乐 乐症取收 收中活益 一遇健康 健康长寿 最后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种你最喜欢吃的 瓜果食材 致大家从种菜 症 快享乐 谢谢各位 大概到时间 好 有啥问题 可以提示 哎呀 谢谢老吴 非常感谢 对啊 咱们有什么问题 这里边有两个 有解两个问题 有一个是说 那个 有时候种的蒜 不出苗 对吧 哦 那个大蒜呢 每一个大蒜 都会出苗 只要你种 除非你买的那个 就是说 可能有些是 国内进一户的蒜 经过X锐 照光一户 不出苗 但是呢 我认为是 我种的蒜 每一个蒜 都能出苗 你把它怎么种来 就是放到里头 它有时可能是 时间长一点 有时间短 它都会出苗的 你就把它放到 更不输润一下 就可以 种的地里头 不用管 到时候都上来 这很容易出苗 老吴 我问一个问题 您有没有种过 一种西红柿 就是那种叫 黑龙 就是那种 西红柿长得歪歪扭扭的 但是好像就是 不是远远的 很正经的 那种西红柿 你有没有种过 我没有 因为我跟他说 西红柿 以前种过以后 每年到六月份 开始接的时候 渐渐满干 所以我基本上 不种西红柿 现在我都 这个西红柿 都要抢走 现在我种的 西红柿 现在苗子 现在的 小西红柿 现在一村的 快一咋高了 马上再过天 一转一转一 都地里头 纵柿在丢柿之前 不能收获掉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 你说那个 前一种呢 这个我要摸 摸它 那个 弄不清楚 OK 我这 因为 外外 那个西红柿 我一般的 好像说 那个 有些人在种的 我都觉得 不太好 摸种 摸种 那种好像叫什么 黑龙 黑龙 我 没有基因改造的那种 对 没有基因改造的那种 去年中有 那种怎么样 长不长 不行 不接 有些人比如说 有些是基因改造 这个不说 就是有些杂交种 杂交种的话 比如说有些西红柿 可是一种杂交种 杂交种的话 你种上一户 第二年接的中黑户 是不是接的少 或者不好接 这个意思 嗯 嗯 所以呢 有时的西红柿 你最好 买种子的时候 你都 都买 买的 买的好品种 种上 也可以 但是我发现 就是 西红柿 因为它是个 每次分根的时候 中间长的时候 不断长差 这时候 它只要上来以后 它都在接我 没听说接的多少 你看我这时候买的那个 我都买的到 林安翔买的一个 对我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杂交种 但是我种了以后 它接的多得很 很好 但是我有个 还有一个 那个北美那个 呃 有个女的叫 Crisse woman 她讲的话 她都是买的西红柿 给地 就是我给地 给地儿一种 就是种的地儿 长得吃 长得这样很好 就是这个意思 好像是 那个这西红柿 那个红柿的西红柿 它会到地里 会有籽 自己发出来 我这几年都是 那个 对对对 那是挺好 前那个 前年那个 掉的西红柿 掉到地上 就今年就发出来 自己要发出来 对 但是你 种的时候 这种东西 长高的时候 你要搬 搬那个叫 岔 就是说 你要叫它结果的时候 它一般来说 长起来以后 它每三个椰子 要吃了一朵花 但是你有时 那个不搬那个菜 的话 它打了七八个椰子 八九个椰子 才吃了一个菜 这时候 你就结果太少了 一般来说 正常的西红柿 每三个椰子 吃一朵花 一朵花 就像大的西红柿 接四五个西红柿 小的话 可以接七八个 十个西红柿 就是你要注意 这个搬 这个菜要搬掉 我觉得它小西红柿好做 小西红柿它可爱结 是 真的 好想随便都是可以 大西红柿好像结的 有别的关系 老吴 你刚才说 那个西红柿 现在种 然后吃到六月份之前 那过了六月份 太热了以后 你说 你这个 这一盆就要扔掉了 重新再拿种 你到盆了以后 这问题不大 你可以挪到家里头 或者挪那边挪两 那你到地里头中的话 就不行了 地里头 你这大个棚子 都有时受不了 对 对 这个凶事 它一晒就晒干了 晒干你中不了 接不了 你根本 我去年十二块 九毛九买到 卡斯科买那个 回来以后 接的还挺多的 到了五月吃的好多 到了六月的时候 你这个 不断地给它浇水 跟保时输的 最后还是接不了 最后还要干 主要是你一天 你一天不管它 一天就要晒死了 就要再违反弄 是的 是的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意思说 每天都不注意 所以你 就是说要收货 要在六月之前 六月份你就不要 你现在忙得很 六月份最后不要 种什么菜 六月份就是说 这是保证了 你最难的办法就是说 你到春天 到了秋天的时候 秋天底 秋天快结束之后 把种子一洒到地头 你不用管 冬天 因为今天水 水少 你少会浇一下水 平时的马年都不用浇水 他都菜 都能够吃几个三十个 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就是说 这些西红柿 到了六月份的 就死掉了 就拔掉了 然后我们下一次 就重新种 不是说把这些 对对对 这要令人种 你要你要围着墙草的话 你六月底 或者七月初 你可以养苗 六月可以养 六月份 你可以养了小苗 可以 六月份 也就是说 一年 不是 那是也就是说 西红柿是一年生的 这个草本植物了 一年嘛 一年生的 多年生的草本 一年多年 一年生 种了以后 今年必须都 基本上死掉了 但是你要 你要把他绑着 那个气候 这 治好的话 他 在最后都不好接了 反正椰子都不到 你看到椰子底下 不断的干 上面接底下 都椰子干了 是这个 我不种菜啊 我是 我是喜欢种玫瑰 就是 请教一下 种玫瑰的经验 玫瑰是 玫瑰这个 我看玫瑰 我愿意 玫瑰的这个 我不太懂 但是 你都种了以后 还花样 你只要给种了以后 就浇水 只要有水 花开就 一个一个接一个接 我发现是这 我又有水 对 下一次 专门再搞一个 是种花的 对啊 谁来讲啊 你要不要来讲讲 谁来讲种花 是种花的 对啊 种花的肯定出了这个 叉花 我可喜欢是花 种菜不是我的喜欢的 我喜欢种花 所以种花 杜辉你能把 他喜欢吃菜 对 没错 你有人种菜了 吴博士的讲的 那个批架 就把它给录下来 然后呢 建成一个YouTube 有很多人没法 那个大家还能够看到 我觉得挺好的 你这样做是功德无量的事 这些博士 你这个自己做了以后 吃的放心 然后你 你比如说 今年这个疫情太严重 疫情很严重的话 你自己 不用我三个 可以不买菜 那厉害那厉害 那不行啊 我有些东西 像土豆啊 洋葱啊 西红丝啊 我都要去买啊 你比如说洋葱 洋葱我不种 洋葱 你家都买好多 而且便宜的 我可以放的地方 不需要买 不要挣那些东西 你要注意就是 你自己新鲜的 要吃的东西 像洋葱 你种来干啥 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也可以 我还种 接的细细的 还不是红萝卜一块钱 买三磅 还不是去买 是不是啊 就是你要不要 种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 你自己感到 你比如说 我要新鲜的 似乎 我每天能吃到 新鲜菜 所以你都种新鲜的东西 对 还有一个 种番茄 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 他这个番茄 你种过一年以后 你必须换 换土 然后规定说 你如果三四年 再种 会非常不好 我第一年 我就拿那个店里 买的那种 什么 北北什么番茄 种上去 种上去非常好 长得非常好 第二年 我还想种 那就不行了 长不出来了 我还可以忘了说这个 说一个还有个问题 你这个地怎么弄呢 就说你这个地 任何地呢 你要靠种上 一年的话 你每次都 种完以后呢 你把地要伸翻 或者你换倒头 因为地 你院子不大吧 你把这个挖起来 一哈挖起来 把这个土壤的那边去 把那边土壤过来 混土 这个这个 这个村上的皮 还虫子 你们都挖起来 而且你不能说 一个地老种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是呢 就是每次 就是那个 博士讲的 轮重就是 你要混合 土要混合 因为我的地 你是第一年 日和人没种过地的话 第一年种地 随便种 它都长得很好 因为营养 什么东西都有 这个第二年 就没有营养了 没有营养了 你这时候我都是买些牛肺来 把这个东西 给它翻起来 然后把这个牛肺混到里头 混到里头 然后叫它在那个 而且我这边的土壤 到那边去 那边到这边 因为我记不住 都那边 是你们的 混合一下 就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你那个菜 哦 哦 在桶里头 加加雨水 哦 那么那个哦 久了以后 那你那个菜底下的 那一大堆 比如说 每天都有 有生的洗菜的叶 走往里头 同样一个桶里 晃晃晃 嗯 那么这个哦 久了以后 我们那个水 拿一点点 参那个 参水 浇菜 那久了以后 怎么办呢 底下那大堆 就没到地里头了 哦 还有张小丽 你可以拿人家 这个BBQ的炒木灰啊 炒木灰 它有各种名言啊 就可以 对对 炒木灰 炒木灰是 BBQ的 那辣的那个肥料 固体的 你就埋了肚体 土底下嘛 这个要比那个水 还要营养 明媚阳光 露露脸好吗 露露脸好吗 光天的声音有点响了 哈哈哈 大家可以打开视频来问问题啊 因为有些问题 可能我不一定能赶得上 对你可以 我已经太牛了 我觉得 你真是太伟大了 真是 哈哈哈 太伟大了 这个哈哈哈 22年在图上的经验 对啊 看我爸这种老种菜 种种地的 在这搞不定的 有些车车的南瓜 我们种了好多叶子啊 长得到 我们我们是种种开心的 玩玩的 有了就有 啊 谢谢 博士送给我们的青菜种子啊 有些人吃红薯 买个大红薯 接个小红薯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是这样子 那个我是我们 我想喜欢吃紫薯 我们就买了紫薯 切成块种下去 结果 结果 发芽了 高兴了 哎呀紫薯 想收获紫薯了 结果没过两天 紫薯叶子全发白了 然后老上把它 先看下面都是虫子 把根的全吃完了 哈哈哈 我拿紫薯种下去以后呢 一共种了三盆 三盆有两盆是好的 有一盆呢 那个叶子发白了 后来我才看到 那个种的桶啊 它下面不通水的烂掉了 嗯 它挖出来好几条蚯蚓 蚯蚓没关系 我也是啊 我也是种的紫薯 吃叶子 底下都没有东西 因为你那个紫薯 那个阳光不够 对对阳光不够 不要不要种在树底下 为个红薯呢 这个红薯呢 或者紫薯 它一定要太阳晒 一定要晒在太阳底下 嗯 你种了地瓜 就是那个地瓜在这个塑料袋里头 那个塑料袋得挖一个洞吧 不用 因为它 塑料袋 可能我这个 买牛肺的时候 我牛肺袋子上面就有小孔 小孔 哦 有小孔 哇 它这个枣子也长那么好 你那个小红椒也长正斑哎 红货 哦 那个长得挺好 吴辟 嗯 前不久我讲的那个红薯变白的 就是这个桶它不通叶子 下面的叶子全部掉了 另外两个的就非常好 那个就拿一个塑料桶 你看 长得非常好 对吧 底下是流水的 啊 留的 嗯 还有一个它不流水 不流水 那水瘤死了 电子发白全不掉了 那水瘤死了 不流水的好不好 不好 不好一点都不好 不好 是必须得流水 对对对 哎 还长得非常好 你看 嗯 我们在山佛罗网买的 买的那个红薯 是成熟 可以成熟 就这么重 你问是你问是缺点啥时候重的 吴老师你那个冬瓜特别好 我的冬瓜只长了一个就不接了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这个经验好吗 我打开 那你一个手机一个那个电脑 我都烙了一两个进来 你那个冬瓜 冬瓜还是要有水 对 你看这个就是你上次给我的小辣椒 我吃了以后我就拿这个纸种下去了 你看长得好吗 你这个辣椒 已经上了 我上了 那你今天还准的早 我看你今天抢的很早 你给了我 你给了我 我就吃了 吃了我就把他种了 你那个红薯 红薯是什么时候养的苗子 红薯大概是12月份吧 哦对 大概12月份 反正他吃了薯 我一看有养 你让我叫冬瓜 冬瓜你种的时候还是 一个就是不要种的太太量太多的 还是要浇水 水又贵 那可能是水不够 我的水比你的用的多 你那么多菜我的菜很少 结果一个月的话 夏天大概200块钱水费 哇那也太贵了 那是你万枚啊 那是你万枚啊 让我们看看你的脸好不好 我在这吗 看见没有 没看得见的 没有 没看见你 对啊 后面有个箭头 你可以推一下 没看见你脸 那个水 那有那个200块钱的水费 可能太贵 对对对 198-200块钱 然后呢 我的菜远远没有你那么多 我们 我那个 我最高 我最高的菜 水费达到一倍 一倍 两个 哎呦 这个什么死你 这标角 这个谁的那个 我把你的那个 手机的那个给你关掉了 你可以用那个 我关掉 对 哎 都会 你这个 我们如果拍的照片 能够传上来吗 这里啊 可以 我可以 对啊 你带一个什么帽子 哈哈哈哈 我没有家 可惜没带你们绿手指 我那个什么 我的地也很大 乱码其他东西 种了很多 但是呢 不是万美 所以我今天学了很多 非常感谢 那是什么 David是 是谁啊 我看你妈妈种的好吃吗 阿姨种的好吃 他种了很多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什么 green house 但是呢 很好能利用起来 green house 然后在冬天 在夏天不好用 这东西现在就种花 还种了几颗辣椒 还有呢 种瓜长不起来 你现在 你现在有开中的花 牌子 养苗子 各的 各人耗子 对对对 各人耗子长的一些花 但是呢 你现在就养菜苗子 养椰子 各的 各人耗子 就长坏的很 对对对 谢谢 然后呢 还有一个信息是 我是在 Speedway 和 Iron 刚好北边有一个 尼布尔的大姐 他种的那个青菜 大概是50多斤到100斤一颗的 好大 我去问他 芥菜 以后呢 结果我把他整个弄丢了 我都不好意思再用他要 他那个是什么青菜啊 我去问他 他好像他懂点藏语 我问他 他是懂的大青菜 就是你能打盖壳样的 芥菜 芥菜 对对对 超大大概是 那个大概50多斤一颗 哎呦不得了 我看了项目都不得死了 我就问他 我跟他聊了几句 然后呢 他不讲太多英文 我讲点藏语给他 他让你听懂 然后呢 我就会叫他给我种子 然后他给我种子 叫我拿回来 我把他放 再找找找找 然后呢 你们开 你肯定在哪里放的嘛 就在那朱家园的北边一点点 朱家园 对没错 那边有一个派门的 是不是 就是那个派门的 他是一个 那个叫做 是个尼布尔的那个大 是不是植物园的地方 不是植物园 就是在Speed Way 和阿门呢 然后呢 在园子阿门呢 往北走 过了朱家园一点点 然后呢 靠西边 那个地方 有个很大的菜园子 每次开车 那个是Applyment Applyment 后面有一片地 对对对 大家都不知道 他种的东西特别好 然后呢 我经常走过 那我就停车去看看 他到底折腾什么东西 然后呢 而且他呢 我就学他用什么肥料 用那些东西 吴老师的经验特别好 然后呢 我的东西呢 每一样都种 但是每一样都种不到你 那就好 以后再试一下 Maggie问你 Maggie问你的那个棚子啊 是怎么搭的 用什么材料啊 怎么搭的 谢谢 哦 那个棚子呢 你现在到店里买 就是说 买这个 被遮光被被子75的 那个就比较好 然后呢 底下几个杆子都可以 插上几个杆子都行了 这个杆子就是 我这个杆子是一个美国人 叫那个帐篷 拿来军队上搭帐篷 那个他有好多的贴杆 他不用了 给我 给我的些 我不能擦 不然会被风吹跑的 你看我这个 嗯 这上面这个 这贴杆 这个这当然了 这不会出 还是这个铁柜 是吧 对对 现在买这 我 我就买的这个 这个网子比较好看 上面有编面子 编面上一几个布缝 上面有几个孔 那这个网子啊 我还以为是个塑料布呢 这是在哪买的 吴老师在哪买的 那个非常好 这个这比较好 这个比较好 这比较Loris和Homojibbo 都好多了 但是我 这个原来在22街和22街旁边 买石头 22街和Pantano 这个卖 卖石头的旁边有个店 我在一年买的 那现在 他叫什么名字 他去买 个都现在提不起来 就在我街上,22街后,西北地方有个卖石头,你卖家的一个店铺石头的地方,我为个旁边有一家店 卖石头的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有卖石头,对面有一个卖吉普车的是不是 那是到陆南边,这是陆西北,陆北边卖这个,我这个网子特好,现在用了七八年的,一点都没摔上 谢谢,这个好经验,既能够偷光,还不太多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这旁边一家大的,在后院的地方这菜,你不搭这的话,这菜都干了 这个太阳光能通过直外线,通过百分之几的,百分八十,百分之七十 这帐城遮备的七十 武伯,问你一下,你这杆子固定在地下,拿什么东西固定啊,我们有一个东西老晃来晃去的 我这个地上挖个坑,挖上,用个天桥,或者它可以打,打,打,打一个一次度,甚至一个 是一次多深一个洞,然后是细建起,然后给它砸,砸进去,然后周围呢,放些土,然后用一个天桥,担紧,担紧 好的,你挖的深了,一次多深 乃伟啊,那个Home Depot有买那个棍,有各种各种棍子的 对,我没买的棍,我就是我没有把它弄紧,要挖一尺多深了 你要挖的,挖的钱的话,风一吹,不是吹倒了,快要风吹,吹倒了 武伯,问你,你种西红柿,你就把那个西红柿的籽拿出来种进去,还是就那小西红柿,就直接种下去了 那就是把西红柿弄破了以后,因为那个西红柿都买的时候,就是让人家隔的时间长点,吃起来磨碑,我就是把那个打开以后,把纸拨出来种好样的 那种子的时候,是拿那个鸡蛋,鸡蛋的那个盒子,塑料盒子 对,每个里面一两个,非常好 那几天出来?很快就出来了,很快就出来了 盒子是白的,你里面掉到水里 比如说,你像吃婆罗的,回头吃个瓜果,瓜果就是用皮的那个 菠萝呢,你把菠萝吃的,中间吃那个磅皮,把菠萝里头给你割一些土 放些土,放些土,然后把瓜子,把这菜蒸子上的里头 然后让它浇一下水,和大约几天出来以后,然后底下给你吃个洞 到时候买的时候,一再的时候,连那个菠萝皮一块儿买到地里 哦,那个菠萝里头加土,那不有虫子吧,仓名什么都过来了 你不知道加土以后,他拿那个虫子,盖制他拿那个虫子 哦,这好主意 哦,这好主意 就是,瓜皮,特别是那个,如果有西瓜皮 你那个西瓜,吃了一半个,切半个一半个以后,你给你种些东西 然后你最后给你撤,地下撤两个洞,苗子上来以后撤两个洞 你把它埋着地,都长得好 然后久了以后,瓜皮就烂掉了,是不是 那几天都烂掉,但是你要撤洞 是,是,是,这倒也好主意 嗯 哎,吴老师,我想问个问题 那个,就是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蒜苗,我是去年 去年大概 11月份,撒的种子都长出来了,蒜苗 那我捡了几次,吃了几次,是不是以后他就不再抽那个苗了,就是因为捡过了 那是这样子,蒜苗呢,不像韭菜,割一茬,再割一茬 但是呢,蒜苗有个优点,就是说,你比如说是你去年种的,你到了1月以前的,都是1月以前的,就割了以后,上面还能再长一次 但是呢,一般长得都不太好了,还能长一次 但是你再割第二次以后就不行了,根本就不长了 那就是为了,能不能抽台,算台抽 你只能割一次,最多割一次,但最好,我不知道,我试过 但是你一割以后,第二次能长,就是冬天以前的话 可以,但冬天以后都不太好了,因为他马上要长上来 他割的话不行,但是你最好要像吃蒜苗的话 你把它蒸密一点,蒸密一点,蒜苗出来以后呢 你拔一个,给一个,他要吃一部分,还留一部分,这个意思 你不能把,最好,最好不要把他老割,蒜苗不是韭菜来割的 OK 还有,你要做那个,多割的蒜 比如说一个,一个大蒜,接的那个蒜 你比如说一个蒜的,打开以后是很小的 外面是很大,中间的小蒜,很小的蒜 那个吃也不方便,你把那个种蜜一点 最后到明年,去年种的话,它今天接了以后 就是一个,就叫多割的蒜 好几个大蒜 一个大蒜也够的,挺大的,而且特别拉 接的蒜比较拉,就是多割的蒜 OK,谢谢,谢谢 那个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有育苗,结果育的那个西红柿吧 它都不长,那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把那个西红柿,就是切的时候有的籽啊 还有什么,买的辣椒籽啊 我看,我专门育苗,它不长 不长,我就生气 我就直接洗菜的那个水,带的那个籽 我就倒在地里了 结果呢,它都长出来了 我专门精进育的,一个都不给我长 这个是问题的说,你育苗的时候 可能那个,或者育的时候,它老干 或者是,它,外面是水分不够,中发干掉了 你放在地里头的话,可能湿度比较大 这个育苗,太齿苗的关键是湿度 但是我和温度 我现在放在地里头,温度就不好出来 只要有湿度和温度,它都能出来 可是我们这边,保持湿度是很难的呀 因为这边很干 你要养苗的话,养苗要想一下办法 比如说,你要做一次,回到花盆里头 你给上面盖一个那个,开始养苗的时候 只养到里头后,比如说 你寄东西之后,用那个泡沫 或者是那个,就是海绵泡沫来生的那个 你给上面,用水分的盖出 盖出,一般来说,很快就出了标准 但是,你用盖上还有空气 不能说不空气 就是说,就是那个海绵里头 就是那个,像那个泡沫那种 都在这个盖上,弄湿和保湿嘛 和出面坏的 我是看了,你用了好多那个,那种泡沫的东西 那我现在想想,只能,我只能用花盆 然后在花盆上面盖上,就是盖上桌量 我再用泡沫塞,我们实验室 每个两个礼拜,四季,四季寄来以后 就弄到那里,所以我又说泡沫花太多 所以我说,我又帮我去拿到蒸菜 哦,好,那个,我还想问一下那个主持人 非常谢谢吴老师,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嗯,那个我想那个主持人,杜老师 能不能,就是把我们这个视频 你每次做的这个视频 能不能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我们这个群里边 就是说,因为当时听了好像明白了 可是过后好像又忘了 能,就是说,建一个群 然后把这个放在我们群里边 然后,对,然后我们就是说 忘了之后再回过头来 再看,再温固一下 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能给你带来很多的工作量 我录的有,然后后来我们放到YouTube 上面,然后我把那个放到群里边 对啊,你不是在那个绿纸群里吗 对对对,那行,到时候我弄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就,我就发给你们 希望疫情早点过去,我们能够再开派对 对对,行啊 我还记得这个嘛 这是我们在22阶开派对的时候 我在卖我的苦瓜 给大家看我的苦瓜纸 我还保存在这里呢 哈哈哈哈 创作你都卖出来了 哎,不是啊,上一次 他正好刚上台嘛 反面是我的名字 正面是苦瓜嘛 对吧,每个人都不认得嘛 那个时候 出单有问题,对吧 哦,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刚才五伯说 现在可以种姜豆,对吧 那么 像这种姜豆这种东西 是不是 在育种的时候 要水里泡一泡 还是什么样 或者其他的种子 我听有人说 要水里泡泡 比较容易出来 因为 我看这姜豆的种子很硬的嘛 是不是要这种泡一泡 是 我刚才不是讲的 有一个就是 浸泡 你为了吃苗快一点的话 就泡一下 泡一个晚上就行 不要泡它太长 OK 那 对不起 那我泡一下 现在 现在就说 现在直接种的地理 地温太低 地温一般来说 你看到晚上温度 达到60度的时候 种什么都可以了 但是现在温度 只有晚上40度 还是出苗很难出来 只能等到地温温度 再到60度的时候 60度以上的话 那一般是一个礼拜就可以吃的苗 但是现在 因为那十几天都不能出 就是 这是北天温度高一点 晚上温度不行 那就水里静静的话 就会快一点 加速它的出苗 是这个 还不行 现在目前温度还是太低 它有问题 还有问题 还有个问题 就是现在 中华盆里的晚上搬到家里头 然后 那边外面 是黑白 黑白 一个礼拜都是吃的 还有个问题 那扁豆现在能做吗 扁豆可以 可以 也是这么 也是泡一泡 然后 那个可以 可以 OK 好的 现在就是不能做 五病 五病 扁豆可能有危险 我前两天种了一批扁豆 一个牙都不出来 温度低它 温度低 温度低 六十度以后 你这么就可以 但是六十度以前 我想试试看 试试看 结果一个不错 但是你种以后 没有管 就是 既然种的 你都在等 等到六十度 你上以后 都可能都出来 就是这个 我有个问题 五病 你说那个葱 到六月份以后 就会 就会老掉 它葱呢 都会开花 开花 我如果拿开花的杆子 剪掉 我再重新拿 那个下面的根去 鱼植 它会死掉吗 还是要拿醒 不死掉 但是温度高的 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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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到六月份 摊射的时候 你即是 即是想买些 铜根正常以后 它也不好好长 所以 因为温度太高了 它说 受不了这个高的温度 所以 我有时针对 铜正在这个盒子里头 你要搬到凉点 硬泊地下 就这个也不太行 因为还是温度 温度太高 它从而上受不了 那么好的温度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种的那个地方 正好院子 墙外头 有一棵柳树 就是 这里的叫柳树 那么柳树那个根 它是专门找 哪里有水的地方 所以我要种完以后呢 这一年里头呢 我就松土的时候 我就发现 它那个根 长得比我种的菜的根 还躲在下面 所以我今天我就 挖 挖生了以后呢 我就 在上面盖一层塑料布 盖一层塑料布了 那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找两个芽 我要再找两个芽呢 它那个根不就找 就不知道 不能扎芽 不能扎芽 那我又不扎芽了 它会不会 这个水就 激水 激太厉害了 所以我就在投层这个问题了 那个不用 不用 我现在的地底底下 都说 我好多的地底底底下 就把土翻起来以后 我就买完牛粪袋子 把牛粪袋子撕开以后 我地下一扑 然后给上盖土的 就是防止水分可以流出的太多 这个地方太干 它就不换水汽 水汽就是下雨的 下雨 猛松来的 可以起的多 也是几天的死 没错 没错 所以你的意思是 塑料大 有洞 自然有洞就有洞 没有洞也很好 也很好 盖住 不要盖出来 我这次我就要试试这个 我的好多地底底下 盖土袋子 然后上盖土 那你这样子在土 土离那个塑料布底面 有几个废 两个废塔还是 还有两个废塔 还有那么多的 就是一个废塔 因为从植物的根 大概 我们大概就是不到一个废塔 就够了嘛 但是一长 差不多 那你肯定种菜 你可能不需要那么深 但是你种些丝瓜 还是苦瓜 可能 丝瓜 要胀不胜 也不需要 要多少 一个废塔 一个废塔 就够了 足够了 OK 那我们今天要不先谈到这儿 我们可以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后来 伍伯肯肯定是在那个 绿纸群里还可以继续 那个什么 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伍伯肯 谢谢伍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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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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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菜汤 吃好菜汤 撿血压 对对对 对 对我说 那个 效果好 这个 效果特别好 对对对 行 那我们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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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子你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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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